你都有人了 我那个人在哪呢 你别哭 那个什么 哎对了 前一阵子有一个恋爱专家 就说跟我有缘 非要送我一件法宝 来 你看 姻缘绳 据说这个东西特别灵验 戴上它 不出一个星期 只定能找到地线 姐看你着急 来姐先给你戴 这么贵重点呢 我不能说 你跟我客气啥呀 来姐给你戴上 姐给你戴 半年了 不好女儿 那行行行 那什么这样 这样这样你别哭了啊 你这样 你要想找个什么样的 你跟姐说 姐帮你介绍一个不就完了吗 我还整啥要求啊 就男的活的就行 你要求这么随便吗 随便咋整呢 那有个人都不做了 那你要真是想这么随便的找一个的话 我这还真有一个挺随便的人选 哎 你想不想见见 不是 姐多不好意思啊 晚上见那也行 那我给他打电话了啊 我叫他来啊 我这也太着急了 不行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啊 你赶紧过来一趟啊 废话呢 好事儿 过来聊聊你的终身大事儿 快点啊 比的特别近 马上就到 哎呀 你看姐穿这个睡衣也不太合适 我先进去换身衣服啊 嗯 给你俩留点私人空间 这个天真不好硬啊 哎呀 这是我亲戚 还给我找男朋友 这男的傻样呢 好期待啊 你好 你好 我是来看 你好 太帅了 远远的明月明月 是那岔岔的山泉 是那岔岔的山泉 哎呦 那个 我又留下失态了 请问你是 哦 那个 我介绍一下 我叫李温柔 人如其名 特别的温柔 我是这儿的物业经理 我叫田笨笨 田笨笨 这名起的还挺聪明 请问你是小米粒的 闺蜜 我们两个关系非常的好 对对对 刚才她给我打电话说 我知道 当我面打的 来你坐下 不是不是不是 她特别着急 我比她还急呢 那个笨笨 你看你是喝水呀 还是喝饮料啊 随便 随便 对上了 那啥呢 你是吃苹果呀 还是吃橘子呀 随便 那你是看电视啊 还是看电影啊 随便 随便了 随便 从你来到我身边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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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那个李温柔是不是啊 对对对 你看得出来你是一个舞蹈的爱好者 世佳 世佳 小米粒说她水管坏了 我得去看一下 那个你刚才舞蹈跳挺好 你再自己自己 我去看一下 正激动了还给 哎呀我的妈呀 还会修水管 这样多才多艺的男人 我只能送她两个字 完美 那个小米粒刚才给我打电话 说和我研究终身大事 为此我精心地打扮了一番 但这事吧 来得太突然了 我就觉得不靠谱 还好前两天吧 我遇上了一个恋爱高手 送了我一把爱情指剑 当当当当 为了我能够得到稳稳的幸福 看你的了 看剑 哎呀哎哎哎哎 哎 你谁呀 你谁呀你上来就给我一下子 啊啊对不起我扎错了 你把剑还我 别还你啊 到本姑娘手里的东西 那就跑不了了知道不 完了爱情之间一定压你了 那个 浪漫的畏惧 你爱不爱我 你咋变点 说好那些野猪 丁子的我来看着你 我告诉你啊 赶紧说你是谁 你不说你这处于私闯 民宅我可报警抓你了 别别别别别 我说我说那个 刚才吧 那个小米粒给我打电话 让我来跟她研究 就是那个 就婚姻大事 婚姻大事 对 黑色西装 我知道了 你是我小米姐说的 心里的那个她吗 她是这么说的吗 啊 她说我是她心里边的那个她 可不是吗 你好她哥 你好你好 那个你 你妈挺好的 挺好的 你爸挺好的 你家都挺好的 你谁呀 站起来 你破马张飞的盘问我半天了 你是谁 说不说我报警了 别报警别报警 那个我我我 我是小米姐她的闺蜜 啊 闺蜜啊 啥是闺蜜啊 就是 best friend 拜哪了 哦 怎么说呢 就是小米姐呀 在开心的时候 会第一时间找我分享 难过的时候 会第一时间找我分担 就连她未来找对象啊 也得先过 我这 我懂了 好朋友 财柄 这至少 你花老钱 这小米丽家水管也没坏啊 哎 田闷闷 你咋在这呢 她家水管坏了 我来看一眼 哥 过来 你认识她呀 岂子是认识 简直就是认识 你太好了哥 她呀 是小米姐给我介绍的对象 啥 她是小米姐给我介绍的对象 小米把她介绍给你了 但她是想开了 太好了 哥 我爸一眼就看上她了 那啥既然你俩认识 帮我多说点好话呢 包在我身上 一会小米出来 你也要替我说说好话 咱俩互相帮助 哥 你都是我小米姐心里的那个她了 那肯定没问题 是不她哥 她哥 这名我喜欢 放心吧 看我的 那个甜笨笨 王小茜啊 一会你看这小米烈 让他给我签个字啊 以后别叫我王小茜 请叫我她 谁哥 我哥 我说的嘛 别说 你俩长得还真挺像 谁跟他长得像 长得像 互相帮助 是挺像 这是我亲妹妹 她叫 她 李温柔 对 李莫愁 李莫愁这个语道 我跟你说实话 李温柔 对 李温柔 人如七名 这名起的多坚强 那个 此时此景 我特别想为他作首诗 那个 啊 北国春风 永远来 万里桃花 躲躲开 谁若取了 李温柔 金年害 来得及 生小猴 我得他有怀了 斌斌 你来了 小米烈 你家水管没坏啊 一会儿你别忘了给我签个字 我走了 哎 你别走啊 走也不是你走啊 你什么 我给他俩接着对象的 不是 王小茜 不是他哥吗 哪有刚见面 就以夫妻相成 哦 哎别说 他俩长得还真有点夫妻相 哎 我看王小茜挺喜欢的 刚才还作首诗呢 是吗 我看看 王小茜那人咋样 王小茜这个人 他能怎么 互相帮助 飞的 没毛 那个优点还挺多呢 你看比如说是热情 热情 热情 你看行不行 行行行太行了 那什么 那既然聊得挺好 那接下来就俩人看个电影上 哎 小米烈 过来 过来 俩人事你别老跟你下馋了 哎 帮我歉 不用不好意思啊 那两个人在一起 不就得吃吃饭 看看电影吗 将来要是真好了 那再旅旅游 这不挺浪漫吗 对 我就喜欢旅游 我也喜欢旅游 我也喜欢旅游 那个挺尴尬的是吧 那个一般我自己知道的尴尬呢 我都自己解决 因为我吧 生下来就挺尴尬的 那个你看啊 既然咱这么有缘 四个人两对 我提议做个游戏 我敢保证啊 这游戏特别新颖 在市面上就没人玩过 叫真心坏大冒险 是不是没玩过 是不是没玩过 没玩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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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转 来来来 快就一转 站点啊 那个第一把算我出了啊 问 王小茜 喜欢的人在哪儿 答 就在这个小区 你也 逗了 问 小米粒喜欢的人在哪里 答 就在这个 房间里 问 李温柔喜欢的人在哪里 答 就在我的 这边啊 来 当你了 那个王小茜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问题啊 我觉得 这种机会还得让给你 勇敢一些 好 那么下面游戏升级 自动升级啊 下面是大冒险环节 来 你在这儿啊 在这儿 我数仨数 请二位女士 勇敢地站在自己 喜欢人的身边 三 二 那个 不是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啊 那个 一 小米 小米 你是不是散出地方了 过来 我往下 我往下 你玩的什么游戏啊 一点意思都没有啊 整来都挺尴尬的 哎呀笨们 你 你包他在这儿呢 你等等我啊 哎 哎 哎 你瞅啥 瞅你咋的 不咋的 我就是想为你做首诗 说吧 啊 北国春风迎面来 万里桃花躲躲开 我要是能娶你李莫愁 我给你跪地磕撒头 哎 我 敢辅送我你个野猪精牛 快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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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